韓國黑鷹飛行隊T50精英機 18日過近高雄小港機場 吸引好多軍事迷搶拍 並分享自己捕捉到泡菜機鷹司 但泡菜兩次 韓國人覺得不能接受 更被各大海媒報導 但是在南韓這裡 網路上會有很多人認為 既然政府已經定名為新旗 若國外還使用泡菜這詞 有貶低的含義存在 對此都會大表不滿 對韓國人來說 因為他們韓文一直都令聽起 這也是會叫新旗的原因 對外證明後 念法上他們沒有影響 但之所以證明 是要跟中國大陸的泡菜區分 等於中國大陸泡菜 韓文的音聽起來就是泡茶 從韓國最大入口網的翻譯搜 韓文就是新旗而不叫泡菜 像我們現在來到的 這一家韓式燒肉店 其實它的菜單上面就寫新旗 好比說像是這裡 就有出現新旗炒飯 或者是像是韓式新旗血冷面 前面的確都是Kimchi 我們所說的韓式泡菜的口味 那怕大家不曉得什麼是新旗 其實下面也寫 韓國決定泡菜改叫做新旗 我們也是希望延續韓國 叫韓國泡菜或是Kimchi 這個新旗這兩個字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也看到了 但是我覺得 台灣人心中過去泡菜幾乎直覺 連韓是韓式泡菜 因此軍事迷形容泡菜雞雖沒惡意 但韓國輿論對台灣這邊 把菁英雞稱作泡菜雞 會這麼在乎是認為這稱呼不正式 也是對他們已證明的傳統食物新旗 不夠了解 國人要認知這項改變 才能避免再發生不尊重的爭議 TVBS新聞楊清波林瑞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